好 下面我们讲公司法的最后一节 公司的解散和清算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公司解散的原因 对这个问题大家了解即可 大家可以想见公司解散的原因一定有多种 而其中最为正常的就是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 或者是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室有出现 比如说某公司章程规定 本公司营业期限30年 那30年到期就应该解散 或者是章程规定 本公司亏损达到500万就解散 如果真的亏了500万 赶紧解散 否则的话 存续下去越亏越多 是吧 好 这就是章程规定解散室有出现的情况下应该解散 只不过大家知道 公司是可以修改公司章程的 所以 如果说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方式 可以使得该公司继续存续 而我们在前面讲了 有限公司 如果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 使得公司继续存续 在股东会上投了反对票的股东 是有权利要求公司回购他的股权的 好 再看第二种解散的原因 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公司本来就是股东投资设立的 所以说 如果股东要开会解散 那没有任何问题 只不过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这个事项 它是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特别表决事项 好 再看第三种 因为公司合并或分立而需要解散的 我们在前面讲 公司合并 至少有一个公司 它的主体资格会消灭 而公司分立 典型的像新设分立 原来公司的主体资格会消灭 所以就需要解散 而公司合并或分立解散的 是无需进行清算的 好 再看第四种 公司依法被吊销了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或者是被撤销 大家可以想见 一般情况下 可能是因为这个公司它有严重的违法行为 对不对 于是被依法消灭了主体资格 所以应该解散 好 最后是人民法院依法寓意解散 我们把它称作公司的司法解散 这些都是公司解散的原因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关于公司的司法解散 大家想 一个公司如果经营的很好 每年都赚钱 会有人去申请法院解散公司吗 一般来讲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定是这个公司的经营陷入了困难 如果继续存续的话 会使得股东的利益受到重大的损害 于是当时才会去申请法院解散公司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公司的司法解散 好 公司的司法解散主要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申请人是有要求的 公司法规定必须是单独或合计 是由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 10%以上的股东 注意10%这个比例在考试当中是有可能出现的 在公司法里面 大家有没有发现 对于股东这个持股比例的要求 在考试的时候经常涉及 所以给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在前面讲的比如说代表诉讼的资格 有限公司是全体股东 而股份公司必须是连续180日以上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以上的股东才有资格 好 再有呢就是提请召开临时股东会 临时股东大会 我们对持股比例也是有要求的 应该是代表1%以上表决权的股东 再有就是股东他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 股东大会的权利 其中我们要求股份公司必须是连续90日以上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以上的股东 再有呢就是在股份公司当中股东的临时提案权 应该是单独和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以上的股东 好 这些比例要求大家要记清楚 这是第一个问题 申请人 第二 司法解散的室友 大家想一定是有法定的原因 公司继续存续会使得股东的权利受到重大的损害 而通过其他的途径呢 又无法解决 所以才会去提起解散公司的诉讼 法院是应当受理的 其实一句话概括的话 就是公司的经营陷入了僵局 继续存续使得股东的利受到重大损害 于是呢要求法院解散公司 所以公司的司法解散 其实啊 它是打破公司经营僵局的一种重要的手段 在现实活当中 有的时候还是挺有用的 比较典型的 我记得很多年前了 我处理过一个事 那个时候啊 公司法里面刚刚写入了公司的司法解散 就由于老大姐 她大概几年前办公司 刚办的时候呢 很风光 很高兴 那个公司啊 其实也不大 一共有四个股东 大股东是一个国企 大概出资占到80%左右 另外还有两个股东呢 是两个公司 一共加起来大概出资占到15%左右 所以她自己其实出钱是最少的 这个出资比例不到5% 但是呢 大家推选她当执行董事 当法定代表人 为啥呢 因为那个国企说实话 人家另外的业务做得很大 所以这个公司里面就是毛毛雨 另外两个股东 我们刚才讲了也是公司 人家另外还有业务也做得不错 所以就她闲着对吧 于是就推选她 执行董事 法定代表人 一开始的时候很高兴 哎 看这个公司 我的 我说了算 结果没过多久 大概也就是正常经营了三四年吧 好 几年之后来找我 小王啊 我遇到一个事 那个时候我还是小王啊 我说什么事呢 她说这样的 我这个公司啊 我现在有没有办法 你让我解脱呀 我说什么叫解脱呀 她说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这个公司啊 已经好长时间 没有正常的经营了 每次要开股东会啊 他们都不来 为啥不来呢 我们刚才讲了 人家另外有业务 做得挺好的 但是现在这个公司 签了很多的合同 签了钱了 她就摊上事了 因为她是法定代表人嘛 于是呢 她大概 每一到两个礼拜 就要去参加一次诉讼 因为人家起诉公司 她是法定代表人 对不对 公司又亏损 到哪去找什么法律顾问之类的呢 好 于是她自己 就到处跑去应诉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她问我怎么办呢 然后我大概了解了一下 你看一下 这个出资比例 它又达不到10% 怎么办 我就跟她说 你这样 你去找一找 那两个股东 不是持股 大概15%左右的吗 你去找他们 跟他们商量一下 求求情 跟他们讲 能不能一起去提起诉讼 把这个公司解散了算了 这就是大家看 司法解散 所以有的时候 它还是挺有作用的 再来我就想到 大概是很多年前了 山东的青岛 有一个公司叫做古山热店 我记得特别清楚 因为那个时候 还没有公司司法解散的制度 大概是04年左右 这个公司呢 有两个股东 各持股 大概一个是百分之五十几 一个是百分之四十几 谁也不服谁 于是呢 两个股东发生纠纷吗 没有办法正常的经营 这个公司 跟另外有一个小区 签了一个供暖的合同 好 结果没有办法正常经营 导致那年冬天 没有给人家供暖 于是呢 被整个小区的居民告了 赔了几百万 大家看 这个公司 如果继续存续下去的话 那就是股东的利数的 更大的损害呀 如果有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话 直接解约了 可惜当年没有 所以后来 我也挺佩服这个法官 一共调解了17次 怎么办 就是把一个股东的股权 转让给另一个股东 终于解决了 但是现在这个公司 貌似应该不存在了 改名了 好 这就是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 它是有意义的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 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申请法院解散公司 我们刚才说了 一定是公司的经营陷入了僵局 如果继续存续 使得股东的利数的重大的损害 所以具体就包括 一 两年无法开会 就是公司持续两年以上 无法召开股东会 或股东大会 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了严重的困难 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个老大姐 召集股东会人家根本就不来 两年无法开会的 公司无法正常经营 再看第二 两年无法表决 什么意思 就是股东在表决的时候 没有办法达到法定 或者是公司章程所规定的比例 于是呢 持续两年以上 不能够做出有效的股东会 或者股东大会决育 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的困难 虽然来开会 但是谁也不服谁 表决最后怎么样也无法通过 所以这叫做两年无法表决 好再看 第三 公司的董事长期冲突 而且无法通过股东会 或股东大会解决 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的困难 大家知道 这个董事啊 他是公司里面的核心层啊 对不对 所以他们长期冲突 说明这个董事会 可能就无法达成一个有效的决议 但是又没有办法通过股东会 或股东大会解决 如果能够通过 比如改选董事的方式解决 也没问题 但是没法通过这种方式解决 可能背后的股东 持股的比例都差不多 对不对 于是呢 导致公司的经营管理 发生了严重的困难 好再有 公司的经营管理 发生了其他严重的困难 继续存续 会使得股东的利受到重大损失 所以归根结底就是 公司的经营管理陷入了僵局 发生了重大的困难 如果继续存续 使得股东的利受到重大损失 于是呢 才去提请法院 司法解散这个公司 好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如果股东以自己的知情权 利润分配请求权等 权益受到损害 要求司法解散公司 这是不可以的 在这种情况下 股东可以自己诉讼 要求行使知情权 利润分配请求权 对吧 好 或者是 以公司亏损 财产不足以偿还 全部债务 这种情况下 怎么办 申请破产 以及公司被吊销 营业执照 没有进行清算等为由 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 法院都不受理 这种情况下 你要求清算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看 司法解散的事由 只能够是 公司的经营管理 发生了严重的困难 也就是经营出现了僵局 继续存续 使得股东力 受到重大的损失 于是呢 才可以提醒法院 司法解散这个公司 好 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 要么两年无法开会 要么两年无法表决 要么董事长期冲突 又不能够通过 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解决 等等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下一个例题多选 下来个讲中 属于 可以请求法院 强制解散公司的有 A 假公司连续三年亏损 以濒临破产 我们刚才说了 它不是司法解散的事由 B 以公司由大股东控制 连续四年不分配利润 这也不属于司法解散的事由 C 秉公司股东之间发生矛盾 持续三年 无法召开股东会 基因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两年无法开会就可以了 B 丁公司董事长期不合 公司无法正常运行 且无法通过股东会解决 也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题 正确答案 只能够选C和D 好 下面我们看 法院在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的时候 应当要注重调解 其实公司法的司法解释规定的是 但凡是法院在审理公司相关案件的时候 都应当注重调解 什么意思 就是不要随便去解散一个公司 能够通过其他的方式解决问题 使得公司继续存续 那是最好的 为啥呢 因为一旦解散公司 他影响到的这个利害关系 太多了 比如说影响到公司的职工 对吧 影响到跟他签了合同的对方当事 等等 所以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的规定 当事如果协商一致 能够以以下方式解决分歧 而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强制性规定的法院都应当支持 当然这个内容大家了解即可 比如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呢 第一 由公司回购部分股东的股份 你们不是有冲突吗 那我把其中一个人的股份买回来 就不冲突了 对吧 就解决了 第二就是 其他股东或他人受让部分股东的股份 比如说我前面讲到那个虎山热店 那么最终法院经过17次调解 让一个股东把另外一个股东的股权给买了 好 这也就解决了 第三 公司减资 什么意思 就是把有一个股东的那个股份 或者股权我退给你 你走人 是吧 再有第四 公司分令 你们不是不合吗 分开 各过各的 好 以及 但凡是其他能够解决分歧 避免公司解散的方式 也就是原则上 我们尽可能的去使得一个公司继续存续 好 如果当时不能够企业商一致 使得公司继续存续的 那法院就应当及时的判决 因为毕竟公司的经营陷入了僵局 如果说不判决解散的话 会使得股东的领受到更大的损害 好 下面我们看 公司解散和清算的第三个问题 公司的清算 公司一旦出现解散的时候 除了我们前面讲到 因为合并分立 不需要清算的之外 应当及时的进行清算 而清算的话 大家想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清承给债权 对吧 所以第一个问题 关于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及其责任 在这里面 大家要掌握清算义务人的范围 了解他们的责任即可 好 首先看 清算义务人 这个清算义务人是什么人 就是 公司出现了解散的 是由对公司清算负有义务的 就是他应该要组织进行公司清算 这样的人 叫做清算义务人 那么这个清算义务人 包括哪些人呢 有限责任公司跟股份有限公司 是不一样的 首先 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义务人 是全体股东 因为有限责任公司 它是一个人和兼资和性质的公司 所以一般情况下 所有的股东都要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 因此所有的股东是清算义务人 而股份公司又不一样 股份公司的话 特别是上市公司 在座的各位炒股的同学 你买这个公司的股票 你参加过股东大会吗 你知道这个公司在哪吗 极有可能都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不是所有的股东都会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因此股份公司的清算义务人 只有两种人 第一就是公司的董事 第二就是控股股东 这个清算义务人的范围 大家要记住 在考试当中是比较重要的 好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 清算义务人 他们的责任 这个清算义务人 既然负有清算的义务 所以公司一旦出现解散的事由 他们就应当及时的组成清算组 然后呢 对公司进行清算 好 首先看第一种责任 清算义务人 大于清算的责任 可以想见 无非就是 没有按时的成立清算组 或者成立了清算组 但是呢 拖延 没有及时的进行清算 所以具体 如果清算义务人 没有在法定期间内成立清算组 导致公司财产损失的 在造成损失的范围内 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在后面大家会看到 公司出现解散事由 15日内就应当要成立清算组 所以如果清算义务人 没有在该期限内成立清算组 导致比如说 公司的财产根本没有人管理 于是呢 发生了财产的损失 可以想见 这个财产损失了 还给债权人的不就少了吗 所以在造成损失的范围内 对公司的债务去承担责任 简单的讲 你有多大的过错 你就承担多大的责任 好再看 第二种 待遇清算的表现 是待遇旅行清算义务 有可能没有按期成立清算组 也有可能就是 虽然成立了清算组 但是呢 大家坐一块搓麻将 都是待遇旅行清算义务 结果导致公司的主要财产 账策 重要文件等灭失 既然财产 账簿等等全都没了 怎么清算呢 所以公司无法清算的 他们就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这个责任是很重的 跟上一个不一样 上面的情况 虽然导致了财产的损失 但是公司还可以清算 对不对 所以只是在过错的范围内 在造成损失的范围内 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但是下面这种情况 待遇清算 最终的结果是 导致公司没有办法清算了 没有办法清算了 那就根本没有办法还给债券 所以不好意思 清算以为对公司的债务 直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这个道理就跟什么是一样的 公司法人跟否认是一样的 对吧 如果上述问题是实际控制造成的 实际控制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 相应的民事责任 也就是说 在你的过错范围内 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好 下面我们看 第二个方面的责任 是公司解散之后 恶意处置公司的财产 或者是限去注销登记 这里面的表现 当然就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 公司解散之后清算以为 恶意处置公司的财产 给债券造成了损失 所谓的恶意处置 比如公司出现了 解散的石油 应该清算了 结果这些个清算义务人 不仅没有清算 还干了一件事情 把公司的财产 通通低价卖掉了 那么这样不就导致 可以还给债权人的少了吗 所以可以想见 你有多大的过错 承担多大的责任 对不对 好 再有第二种表现 是没有依法清算 以虚假的清算报告 验取注销登记的 如果公司正常的清算完毕 要拿相应的清算报告等文件 到公司登记机关 去注销登记 我们在后面会讲到 但是这个清算以为 根本就没有清算 做了一个假的清算报告 好 直接把这个公司注销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了 你有多大的过错 承担多大的责任 有可能这个公司 它还是可以清算的 对不对 所以 清算以为实际控制 对公司的债务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在你的过错范围内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好 再看 第三种责任 是公司未经清算 就办理了注销登记 这个清算以为 又应当承担何种责任 这个指的是什么 公司没有经过清算 就已经被注销了 关键是 导致公司无法清算 也就是这个公司解散了之后 被清算义务人注销了 注销了以后 债权来找公司 你清算啊 你还我钱啊 发现公司早就不见了 人去楼空了 啥也找不着了 导致公司无法清算 那就没有办法清偿给债权 所以公司的清算义务人 和实际控制 对公司的债务承担 清偿责任 所以大家看 我们总结这个清算 义务人的责任 无非就是两类 第一类是什么 因为他的过错 导致了公司的损害 对债权人的债权 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清偿 于是呢 他的过错有多大 他就在多大范围内 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种就是 不管是他 待遇清算也好 办理注销登记也好 最终的结果 导致公司无法清算 没有办法清偿给债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就要对公司的债务 去承担连带责任 或者是直接的清偿责任 当然 这个清算义务人的责任 大家了解即可 好 在这儿呢 给大家补充一下 就是最高人民法院 针对清算义务人的责任 有一个指导意见 我们把它俗称叫做 九名纪要 这个内容 大家也是了解即可 主要是针对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首先 有限公司的股东 如果能够举证证明 自己已经为旅行清算义务 采取了积极的措施 或者是小股东 能够举证证明 自己并非董事会 或监事会的成员 也没有选派人员 担任该机关的成员 而且从来没有参加过 公司的经营管理 那像这样的 大家可以想见 一定是在里面 既没有发言权 那他自己的权益也不大 对吧 所以呢 他可以不承担 待遇清算的责任 第二就是 有限公司的股东 如果能够举证证明 他的待遇清算 跟公司主要财产 账策 重要文件等 也是无法进行清算 的结果之间 没有因果关系 也是不承担 待遇清算的责任的 比如说 这个股东证明 确实我待遇清算了 我晚了几天成立清算组 但是即便是我 及时的成立清算组 也没有用 为啥呢 因为地震 导致这个公司里面 所有的东西都没了 这就说明什么问题 如果说 有限公司的股东 能够举证证明 自己主观上没有过错 或者是 他的行为跟结果之间 没有因果关系 那他就不承担 待遇清算的责任 当然这个内容 大家也是了解即可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 20年这个多选 根据公司法的制度规定 下列主体中 有义务组织 股份有限公司 清算的 也就是考大家 清算义务人 我们说了两种人 董事跟控股股东 所以A监事 错误 B懂事正确 C职工代表 错误 B控股股东 正确 这个题正确答案 应该选B和D 好 下面我们看 公司清算的第二个问题 清算组 要对公司进行清算 就要组成清算组 所以首先 清算组的组成 清算组组成的时间 我们在前面提到了 公司解散 是由出现15日内 应当要及时的组成清算组 所以清算义务人 如果说没有按期组成清算组的话 它也叫做待遇清算 好 下面我们看 清算组的成员是哪些人 首先 有限这种公司 由全体股东组成清算组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清算义务人 所以自己组成清算组 而股份有限公司呢 是董事或者股东大会 所确定的人员 组成清算组 好 特定的情况下 这一群人 公司股东 董事或其他利害关系人 可以申请人民法院 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 进行清算 大家想 一般人员在什么情况下 才会要求法院 指定清算组 进行清算 一定是这个清算义务人 要么他自己不履行清算义务 要么他不正当的履行 对不对 所以下面我们看 第一 与其不成立清算组 进行清算的 你不清算没关系 我找法院指定清算组清算 第二 成立清算组 但是故意拖延清算的 虽然你组成了清算组 但是你们天天在那搓麻将 我作为债权人我着急呀 我的债权得不到实现了 所以我请求法院 指定清算组清算 好 再有第三 违法清算 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 或者是股东利益的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正常我们应该拿去拍卖的那些财产 好 很低的价格就折价了 是不是 那像这样的话 严重损害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所以呢 申请法院 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 好 这是清算组的组成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 这样一个例题 多选题 假以出资成立了A 有限等公司 其中已出资只占1% 很少参与公司的经营 A公司因违规经营 被世间局调销营业执照 股东未组织清算 现在账策和主要财产均下落不明 无法清算 债权预向股东 假以主张自己的债权 下列说法正确的 好 我们看 这就是清算义务人 大于清算 导致账策和主要财产 都灭失了 无法清算 此时我们说了 清算义务人 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 连带责任 好 A选项 假以应当在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 15日内组成清算组 这是正确的 B 因公司是有限责任 债权只能以公司剩余财产 清偿自己的债权 这是错误的 C 因以出责而少 而且很少参与公司的经营 以对公司债务不承担责任 很少参与 他也参与了 所以这是错误的 好 再看 B 债权有权要求 假以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这就对了 所以正确答应该选A和D 好 下面我们看 清算组的职权与责任 大家想 这个清算组组成之后干啥的 不就是收拾公司解散之后的烂摊子吗 所以主要就是清理公司的财产 然后清理公司相关的债权债务 据提而言 它的职权范围就包括 第一 清理公司的财产 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看看公司还有哪些财产 有哪些负债 第二 通知和公告债权 因为清算的过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清偿给债权 所以要通知公告债权 再有第三 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 此时公司已经不能正常经营了 因为它要注销了 所以我们应该把前面已经签过的合同 没有了结的业务把它了结掉 比如签了合同 没有收回来的款项要收回来 没有付出去的款项要付出去 没有发的货我们发掉 好 剩下的到此为止 下面第四 清缴所欠的税款 以及清算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税款 欠国家的税款也是一种负债 再有第五 清理公司的债权债务 把应该收回来的债权收回来 把应该清偿的债务要清偿掉 好 如果还有剩余的财产 要处理公司清偿债务之后的剩余财产 也就是分配给股东 最后清算组 有权利代表公司参与公司的民事诉讼 为什么 因为在公司清算的过程当中 这个公司的代表机构变成了清算组 比如说公司有可能涉及到被告了 那谁去代表公司参加民事诉讼呢 清算组 如果说要起诉债务人还公司的钱 谁去起诉呢 清算组 这是清算组的职权 同时有权利就有责任 如果清算组的成员 付业或重大果实 给公司或债权造成损失的 是应当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17年这个东西 根据公司法的制度规定 清算组在清算期间 可以行使的职权 这就是考大家清算组的职权 好 A选项 清理公司财产 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这是正确的 B处理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 也是正确的 C代表公司参与民事诉讼 也是正确的 B通知和公告债权 也是正确的 都是属于清算组的职权 所以这个题ABCD全选 好 如果有一个选项是 清算组代表公司去定义 新的经营合同 这个选项对还是错 当然是错误的 为什么 因为公司在清算期间 是不可以从事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的 所以他去定义一个新的经营合同 那是不预示的 好 先把我们看 公司清算的第三个问题 公司在清算期间的行为限制 公司已经走到了清算阶段 很快就要over要注销了 所以在清算期间 它是受到限制的 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首先 公司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 就是我们刚才讲 它是不可以再去签订新的经营合同的 再有第二 公司的代表机关是清算组 包括代表公司起诉和因素 再有第三 没有按照法定程序清行债务之前 是不能够分配剩益的财产给股东的 首先要保障清偿给债权 好 下面我们看 公司清算的第四个问题 清算的基本程序 首先清算的程序 大家了解即可 第一 要通知和公告债权 因为清算当中 最为重要的就是把欠的钱都要还了 好 然后债权就开始申报债权 进行债权的登记 然后清算组要清理公司的财产 要制定清算方案 怎么样去还钱 剩余的财产怎么处理 然后就是清偿债务 处理剩余的财产 最后要办理公司的注销登记 要公告本公司到此为止 没有了 好 这是清算的基本程序 下面我们看 关于清算的时间 对于一般情况下 正常自己组成清算组 进行清算的 没有严格的要求 但是呢 对于法院组织清算的是有要求的 法院组织清算的应当在组成清算组织日期 六个月内清算完毕 当然在特殊情况下 可以申请延长 注意这个六个月的时间 好 下面我们看 关于公司清算的时候 财产的清偿顺序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首先公司的财产 应当优先支付清算的费用 比如说清算组的拆旅费 以及在清算的过程当中 所支出的必要的费用 比如说相关财产的开卖费等等 好 在支付了清算费用之后 第二步是欠职工的工资 社会保险和法定补偿金 劳动者是很重要的 然后第三步才是欠国家的税款 剩下的财产用来清偿给债权人 好 如果说清偿之后还有剩余的财产 大家想应该怎么处理 当然是分配给股东 所以有限这种公司 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而股份有限公司 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进行分配 好在清算的过程当中 可能出现一种特殊的情况 就是清算组发现 公司的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全部的债务 此时注意 应当依法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 转入到破产清算程序 也就是到了我们后面要讲到的第八章 且破产法 而不能够再自行清算了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的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全部的债务 所以在清偿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选择性 有的人拿的多 有的人拿的少 那就不公平 所以不能再自行清算 应当申请法院宣告破产 好最后一步 公司清算完毕要注销登记 而这个注销登记 因不同的清算程序而有所不同 首先正常的清算结束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 财产清偿完了所有的债务 然后分配给了股东等等 好清算完毕之后 拿出相关的清算报告 30日内申请注销登记 本公司不复存在 第二种是适用检疫程序的 什么样的可以适用检疫程序呢 两种 第一种就是该公司没有发生债权债务 比如说公司成立三个月就清算 中间没有一笔交易 没有任何的债权债务 那就适用检疫程序 或者是该公司已经全部清偿完毕 它所有的债务 并且由全体股东做出了书面承诺 也可以使用检疫程序 那就结束公示20日 好一旦公示期结束之后20日内 当时应当申请该公司的注销登记 这是适用检疫程序的 最后就是特殊的 由法院强制清算 或者是宣告破产 法院指定清算组清算的 或者是走破产程序的 因为它有法院的介入 所以最后就持法院的相关裁定 去申请公司的注销登记 就可以了 好 从此公司就不复存在了 公司走到了最后一步 好 讲到这里 公司的解散清算 这个大家讲完了 我们首先讲了 关于公司解散的室优 解散的室优有很多 那么其中重点是司法解散 公司的司法解散 申请人必须是单独或合计 却有公司股份10%以上的股东 好 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申请司法解散公司呢 一定是公司的经营管理 发生了严重的困难 如果公司继续存续 使得股东的利受了重大的损失 所以具体就包括了 两年无法开会 两年无法表决 以及董事长期冲突 有不能通过股东会 或股东大会的方式解决 导致公司的经营管理 发生了严重的困难 而公司的清算 关于这个清算组的组成 应该在解散时有出现 15日内要组成清算组 那么其中有限责任公司 是全体股东组成清算组 而股份有限公司呢 使董事或者是股东大会 指定的人员进行清算 而这个清算义务人 大家要注意 有限公司是所有的股东 而股份公司指的是 董事和控股股东 是清算义务人 那么清算义务人 会有及时的对公司 进行清算的责任 好 讲到这里 整个这一章公司法 就给大家讲完了 在这里面 我们首先讲了公司法的概述 公司它是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盈利法人 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是承担有限责任的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 我们要否定公司的法人资格 让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好 然后我们讲了公司的设立制度 包括发起设立和募集设立 那么其中股份公司可以发起设立 也可以募集设立 然后讲了股东的出资制度 股东出资的方式就包括了 现金 食物 知识产权 土地使用权 以及其他可以依法评估作家 并且依法可以转让的财产权利 然后我们讲了股东的资格 重点就是关于实际出资人 跟显明股东之间的关系 好 然后我们讲了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股东权利义务的内容是很多的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股东的查阅权 股东利润分配的请求权等等 然后我们讲了关于董监高制度 董事监事高级官员任职资格的限制 以及他们对公司所承担的忠实义务和勤勉务 好 最后我们讲了关于股东会 股东大会跟董事会的决议制度 在这里面要能够区分 决议的不成立 决议无效跟决议的可撤销 好 这是总的部分 然后我们分两种类型的公司 分别给大家讲解了 有限资人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制度 那么其中有限资人公司 包括普通的有限资人公司 也包括一人公司和国有独自公司 两种特殊的有限公司 而股份公司呢 有一般的股份公司和上市公司 所以呢我们讲了关于上市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 好 涉及到这两种具体类型的公司 我们讲了关于公司的设立 它的组织机构 股权和股份的转让等相关的规则 最后呢又合到一起 将两种类型的公司 他们的财务会计制度 以及公司的重大变更 包括合并分立增减注册资本 以及到最后公司解散清算的全过程 好 这是公司法的内容 非常久不妙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